大家好,这里是零度解说 今天我们就来说一下 如何通过一张截图 来找到对应的人或者电影视频的 因为之前有好几位观众 通过私信问我 怎么通过一张截图 来找到视频中的演员或者对应的视频 其实这个很简单 我们直接在这个 专门匹配演员的 AI零点视频网站上 上传一张零点截图 他就来帮你找到 几乎所有你想找到的视频电影的 比如我们拿这张 看着有点眼熟 但是又不知道到底是谁的照片 来试探一下它的效果 我们点击上面这个选择图片 然后选择截图 打开 只需要几秒钟 它就来通过AI零点视频 帮你找到演员的名字 匹配度最高就是它 打开以后 你就来看到对应具体的个人资料 以及相关的作品信息等 准确度还是非常高的 大家可以自己去测试 当然我们还可以通过另外一个 老牌的以图收入工具 T9i 来进行搜图 它可以快速帮你找到 该图片的高清原图 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而且它还可以直接安装在谷歌 或者A9领导机上 这对于那些 平时经常需要找素材的人来说 确实是非常方便的 当然我平时用的比较多的 还是通过谷歌的搜索引擎 来进行搜索的 打开谷歌以后 我们只需要点击 右上方这个图片选项 打开以后 然后我们点击这个 相机的小图标 这里你可以粘贴图片的网址 或者点击上传图片 选择文件上传以后 然后点击这个更多选项 接着找到里面的视频 打开就可以了 如果你需要通过截图 来寻找动漫的话 那么记得通过这个平台 来进行搜索 点击文件夹 选择截图上传以后 它就来帮你匹配到 对应的动漫视频了 最后给大家推荐一款 非常不错的搜索插件 它就是这个 摄取版Image 它内置了多个图片搜索引擎 安装好插件以后 你只需要选择图片 然后锁标右键 选择里面的 摄取版Image 你可以选择全部的搜索引擎 或者选择其中之一都可以 用它来搜图 几乎没有搜索不到的图片 这东西非常强 下来的地址 我一定贴在视频下方的描述哪里